什么 今天双方家长要见面 既然要在一个月内结婚 双方亲家就应该早早见面 小时候说约了今天 我就同意了 不是 我还没有同意他们的婚事 你怎么自己就定了 要见面的事呢 你不是已经都同意了吗 没有啊 上次吃饭的时候 你都向他们祝福了 我在那种情况下 我能怎么办 你还当真了 反正今天见面的事情 我不去 我正好约了个朋友 那你去见朋友 我一个人去 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不是有朋友要见面吗 亲家那边 正好有一个人 这一个对一啊 比较合适 建国 你是说 我去了多余 你是不是要忽略 我的存在啊 你不是朋友见面 要聚会吗 我先去公司 我跟谁聚会去啊 我 来 这只手 一样这只 好嘞 哥 要不要陪你一起去啊 不要 去年宫也就一个人 我也一个人不是正好 你这次去 千万不要紧张啊 不要跟上次小雪 要跟父母见面一样 仔细一点 我哥是最棒的 没事 有上一次经验 这次不过紧张 行 大概来了 姑姑好 来了 我来接不父 真好 你睡来接你了 走 慢点 走 房秘书 先把红酒倒上吧 好 亲家 花年晚会的时候 你玩得很开心啊 让人难忘 让人难忘 爸 你少喝一点 好 一点就行 好 亲家 咱先喝一个红酒 我那个什么 我喝水吧 好 这个 你要是不喜欢喝红酒 咱们喝白的也可以 我只喝水就好 就就就 别喝酒了 好不好 房秘书 你把那个酒水单拿来 看亲家要喝点什么 好的 伯父 这儿的牛排特别不错 我已经跟那个厨师说过了 少放点油 您一会儿吃慢一点 好好 谢谢 小叔 你这伯父伯父的 叫得挺轻啊 这小子以前很冷漠的 酒水单 爸 我知道 老师 今天就不喝酒了 咱们还是聊事为主 酒晚上再喝 好 好 我就是这样的 我平常也是不喝酒的 我就只喝水 您的水喝完了 我就给您续续 这柠檬水啊 我喝太习惯 房秘书 给我拿瓶矿浸水吧 好的 谢谢 来 您慢点啊 伯父 好 菜来了 这是油少的 来 哎 没有这盘这盘啊 谢谢 伯父 我给您切一块细的 哎 行行行 您慢点啊 哎 王秘书 哎呀 可以 我再加点红酒 好 好 好 小王秘书啊 聪明又能干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 小说也不错 是不错 要结婚了 突然变得很热情 很能干了 哎 我们家天心也一样啊 以前都不搭理我的 自从跟王总相处以后 也开始关心我了 这夫妻之间嘛 就是要互补 对对对 他们一辈子要互相的成长 哎 亲家 小说说 一个月内要把婚礼办完 这时间有点紧呢 我们这边要早一早的提亲 关于聘金 还有赢取的礼数 亲家 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 对对对对对不起 等等等等 您刚才说什么 一个月要干嘛 要一个月就就 伯父 这件事情还没来得及跟您说 一个月 我跟天心呢 想要尽快地在一起生活 爸 这是我跟王说 仔细考虑之后的决定 是啊 考虑过之后了 考虑过之后 哎 天心怎么样 今天就好吧 爸 爸 你别生气了 你出来我们谈谈 姐 怎么了 什么情况 哎 双方见到亲家 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事情吧 我跟王说 想在一个月内结婚 爸一听就不高兴了 一个月就结婚 来得及吗 难怪你爸会不高兴 你就那么急着嫁人 急着离开这个家呀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说天心啊 你们这些孩子怎么都这个样 你们这些孩子怎么都这个样 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了 再告诉你爸 你说一个月就一个月 也不考虑一下你爸爸的心情 姑姑啊 你就是演戏呢 你爸就你一个宝贝女儿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跟你爸好好商量 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 弄得她现在生气了 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 好好的道歉呢 爸 对不起 我不该惹你生气 你原谅我好吗 这几乎啊想要一个月内结婚 让您在董事长上去 他面前尴尬了 尴尬算不了什么 爸也不生气 爸爸就是 有一点想不明白 您不明白什么呀 你都这么大了啊 要结婚了 要结婚了 要离开这个家了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后来我突然间发现 可能你从小就有很多话 都没跟爸爸说过 可是我是你爸爸呀 我了解你的脾气呀 你怎么连结婚的日期 都不跟爸爸商量商量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跟我商量一下呢 爸 爸爸不是怪你 闺女 爸爸提醒你 一旦结了婚了 你丈夫 毕竟不是爸爸 有空你们要多交流 不要一忙就忘了对方的感受 该说的话 记得要说 知道吗 我知道了 爸 对不起 对 没有让你对不起啊 爸爸就是因为觉得 你结婚了以后我们就 我见不到你的面 我想到这个我 我舍不得 我也舍不得你 小的时候 我经常就 震在爸爸腿上 听爸爸讲故事 哎 哎 好快啊 时间过得好快啊 哎 睡啊 时间过得真快 我还记得小时候啊 我跟天忆 最喜欢趴在爸爸的肚子上 听你肚子 咕噜咕噜的响 那时候 那时候爸爸的头发 又黑又敏 我总喜欢缠着你 是要给你炸小辫 一到夏天 一到夏天 你就会骑着三个车 带着我去买面粉 你怕我睡着了 你会掉下车 你就跟我说 天心啊天心 爸爸跟你聊天 跟你唱歌 那时候所有快乐的记忆 都是跟爸爸在一起的 为什么 我长大了 工作忙了 却越来越不在意爸爸呢 对不起 是我忽略你了 没有 天心 你没有忽略爸爸 该说对不起的是爸爸 爸爸为了生活工作 你忙了 就忽略你们了 然后 一下子你就长这么大 我想弥补你 弥补什么东西啊 你是我女人 我是你爸爸 你也不欠我什么 弥补啥呀 爸 我要弥补您 我要完成您的心愿 所以你 急着结婚 就是为了想完成我的心愿 嗯 您最大的心愿 不是想看到 我结婚吗 你抱歉 抱歉那些日子 我没能懂你 多想还有时光让我陪你 记得光阴定格在苦雨了的梦里 我能靠近那温暖的海里 是 这是 我最大的心愿 我要爸爸牵着我的手 把我带进结婚礼堂 我要您看着我的幸福 一档风雨 告诉岁月 幼稚的我 有多多爱你 好 好 女儿 咱们都别难过 喜事嘛 是吧 爸爸同意你 一个月之内就结婚 而且 我我我还要牵着我女儿的手 带着我女儿一块走进结婚礼堂 就这么定了 嗯 妈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尴 你 你 你